守护基隆小组发言人郑立文表示 透过检方的癥结 大日公司贪腐事证已经明确 因此当时谢市府在评估是否续约时 早就知道大日公司负责人认罪 因此做出不续约的决定 后来才引发东岸商场交接争议与罢免风波 而不敢打老虎 但是政治罢免的这场仗 还是必须由基隆市民非常坚定地 站在基隆市的这一边 站在正义的这一边 我们今天已经争结了 这个案件其实从头到尾跟NET 完全没有任何的合约关系 那所谓破门而入这已经不成立 那也没有这件事 因为从头到尾产变 一直都是基隆市政府 那我相信他们以这样的说辞 在民众的角度来看 肯定是没有任何的立场跟角度 郑立文强调 期盼司法公正处理 最重要的是呼吁基隆市民 在10月13号要踊跃出来投票 投下不同意罢免票 今天守护基隆的责任 就落在我们每一位基隆市民的肩上 你就知道 最后终究还是要赢得罢免这一仗 才能够把这一股邪恶的力量真正的赶出基隆 所以大家还是要不可以放松 不可以大意 不是司法这一仗赢了就赢了 还是一样大家每天要认真地宣传 在10月13号 那一天坚定地走出来 投给自己基隆一票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